我们重新拉西来干 大家可以注意 我们的活猜现在已经跟着我们人物的一个运动轨迹开始行走了 由于我们拐弯他也拐弯 我们值得走他也值得走 无限长度 想吃游戏热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猛轩 欢迎来到猛轩的走进科学 那本期的走进科学 依旧是给大家讲解我的世界那些令你匪夷所思的突变 那本期呢也就是老样子 只要本期并点赞超过5000 我们就立马更新下一期 好的那在我的世界当中呢 你一定见到过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图片 那这些图片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好的那么制作出一个写者的地狱门的话 也非常简单 首先你先去获得一个地狱传送门方块 这个地狱门传送方块就非常容易获得了 首先呢换到我记得手机版 你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精准彩细的稿子 你就可以自得的 然后或者电脑板呢 你可以利用我们的命令方块 命令咱们一个地狱传送门上半部分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由我们的地狱传送门方块的一个位置 变成一个空气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裸露着的一个地狱传送门方块 你要这个方块以后呢 你就会随意的任意的 打出我们的一个地狱门的一个效果 因为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 我们的地狱门起到效果 并不是一个地狱门正正在起效果 而是因为我们的地狱门传送方块在起效果 所以才能做出一个 任意的一个样子的地狱门 它都是可以做到一个传送效果 好的那么现在来讲解一下 我们第二张图片的原理啊 首先我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比如我们眼前有一个草方块 我们用我们的刀去切它 戴开它就被我们一封为二了 哇感觉这个也太爽了吧 然后我们这边呢 它就分开以后就是一个单独的独立体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右边的一半去感 它左边一半还是依然会在的 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蜂巢 大家看蜂巢也是可以切的 嗯蜂巢切开以后里面也是个蛋糕子 不过我觉得这个动画效果也太好看了吧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这个重爆料了 这是我们的寄言 大家看我们的寄言 来把寄言切开 哇这也太爽了 平时挖都挖不烂的可以切开 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夹心都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呢非常简单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的观察者模式下 看到的一个窥窃架 大家看我们现在调到观察者模式以后 就可以看到这些窥窃架了 为什么它右边一半部分 诶是可能会被吸走呢 因为我们只要接触以后 这个数据包就会判定 就会把另外一半部分的 诶这个窥窃架就消失了 当然呢你要把两边消失 你只要触碰到它 这个窥窃架就会消失 其实就是一个改模型的一个数据包的效果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后张图片 我们拉下拉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活塞 对吗 只推动一格 好的那别着急 我们重新拉回去 点开我们这边的一个命令方块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神奇的事可发生了 我们重新拉下拉杆 大家可以注意 我们的活塞现在已经跟着 我们人物的一个运动轨迹 开始行走了 也就是我们拐弯 它也拐弯 我们直着走 它也直着走 不限长度 这时候呢大家可以仔细地观察 它一个更改的一个路径的一个轨迹 和我们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要关掉它 就只需要按下旁边的命令方块 就可以把它给进行个关闭了 大家看 哇 它这个拐弯图形 你有见过这种能拐弯的活塞吗 而且你重新拉下拉杆都没有用了 这个只能用命令方块去进行个停止 好的那我们这边来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可以拐弯的活塞的原理 我们切换到观察者模式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活塞的一个运动轨迹的一个路程 都有非常多密密麻麻的盔甲下 这个其实和我们的一个蛋糕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之前用刀子把蛋糕一分为二 然后左右两边的蛋糕 分别被一个盔甲架进行个控制 那这里呢就非常形象了 也就是我们推动出来的活塞的 每一小节的一个那个部分呢 都被一个盔甲架进行个控制 这样你就非常好理解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有这么多盔甲架 因为我们的运动轨迹是随机的嘛 要进行个拐弯 所以我们的一个盔甲架 控制的每一段小段部分呢 就尽可能的小 大家在拐弯的一方 为什么会出现那种 中间有一点点缝隙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理啊 因为它每一节控制比较小 如果拐弯拐得太急的话呢 它就会有点这个模型对接不上的效果 好的那么本期的走心科学就到此结束啊 如果你想看孟轩更多这种好玩的视频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 点赞超过5000 孟轩就更新的非常的快哦 好的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